字幕志愿者 杨茜之间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之间 我們今次这个组境受影响的路段 包括由46至52号的水渠道 去到195至197号的花园街 另一邊就是太子道177號去到花園街的206號 基於安全的理由受影響地段的所有地步和排檔暫時就不會解封 至於受影響的居民除了花園街220號整棟大廈 因為一些電力供應問題的安全理由我們會繼續封閉之外 其餘的居民現在已經經由警方那邊的協助 將會陸續回到自己的單位裏面 我們民政事務總署也會在下午6時半起 開放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 我們作為一個臨時庇護中心 有需要的居民其實都可以入住 另外我們郵政網民政事務處也收到 有90個對於華人慈善基金的申請 這一方面我們也會盡快去處理 還有對於有需要的人士 我們都會緊急發放有關的支援 我現在將時間交給我們旺角區的指揮官 所以,警察公司局所處理一下 警察公司為一件事 所以,警察公司是一件事 現在的案件 現在要是一件事 局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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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 我們有一個人的警察公司 我們有一個人最終的判斷 我們有一個人來自為 和我們的警察公司 我們會提供你更多的聲明 在我們會提供出的 封部門發揮台灣 如果大家有個人 去到這個人 在夜晚的小晚 I will now hand you over to Superintendent Leung, who will give you what I have just said in廣東話 我是梁世九警司 我是旺角警區助理指揮官行動 今天凌晨五點鐘左右 警方接報有一個火警的報告 就是在花園街 當警方和消防署的同事來到之後 進行救火和疏散行動 當消防的同事初步調查發現有可疑之後 警方立即將這件案件交給我們旺角警區重案組的同事 繼續跟著 經過初步調查 我們發現在旺角區裏面 有另外兩處地點 都是涉嫌可疑被人中火的 而我們經過初步調查 我們懷疑有一名男子 四十至四十五歲 穿淺色的外套 牛仔褲 可能與這件案件有關 我值這個機會呼籲 如果任何人士有可疑人物資料 可以致電我們旺角警署的熱線 二十四小時的熱線 二三九八六三二九 二三九八六三二九 請問問那名男子 是否一名中火的黃河 除了這裏還有兩處地方 又是這裏 另一個地方 在我們太子港鐵站B2出口的後巷 另一個是在我們西洋賽街157號的後巷 你有沒有知道動機是什麽 我們暫時都在調查中 所有的方向我們都會調查 另外兩百地方的放火 是否都是今天發生的 沒錯 都是大約在凌晨的五點零鐘 三個地方發生 到底的次序是怎樣 還有一名男子B2出口 還有一名男子B2出口 還有一名其他同類的案件 在凌晨中火的國際上 今天大約我們看到的時間 第一個地點是 這個港鐵站 太子站B出口 接著就是花園街 最後就是去到這個西洋賽街 為何會覺得三宗事 令我們覺得全年會 除了時間長 有其他的跡象是有關的 因為我們看到 它那個著火的時間 是非常之接近 在大約是十至十五分鐘的時間 有這個三個地點著火 第二它放火的時間 我們暫時是沒有看到一些 燃燃的物料是加進去燃著火的 那個手法都是有類似的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三個案件 一並合併 就由我們的錯案組來跟進 先生 剛才你提到這一名男子 你都說到四十至四十六歲 是否有些CCQV拍到 或者有人目擊中火的發生 還有這名男子 你鎖定了他的身份 沒有 他之前有什麼前科 我們是根據我們 這個重案組的同事調查的 調查是發現有這個 我們在黑中 其實都是調查中 究竟與這些檔主 他們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而引致有這個重案 我們多方位都會調查的 你有沒有說他針對一個檔主 我們看到今天起火 最初起火 根據消防的同事說 都是在那邊的檔 開始燒過去的 我們鎖定消防的同事到場 我們鎖定消防的同事到場 著火是最緊的地方 那幾檔著火 然後風就把火 都把火燒到去 我們即時都聯絡了 樂士堂 他們的慈善基金 會每一個受影響的 申請了我們這個基金的居民 是會影響的 發放的 我們多謝他們這麼快的回應 跟著的安排 我們看看哪些人 是一直受影響的時候 我們一直跟著 那些閘寫有多少點 需要問你們 你需要做的 我們會和民政事務處 至於剛才90戶登記了 我們會跟進90戶 有多少戶的 沒得發現 我剛才也都說了 就是說 其實除了花園加220號整棟 剛才說了 因為電力裝置等等的安全理由 暫時不能夠解封之外 其實其他的居民 也路路逐續 即警方也都會安排 今晚會回到家 但是所有受影響的居民 警方都有需要的話 其實我們也會 六點半左右 就會開放 油麻地梁謙利的社區中心 作為暫時的庇護中心 有需要的 亦都可以選擇去安排 那裡大廈有多少戶居民 以及預計 即是明天 可以回到家 如果時間性 我們都要看那個詳情 由警方那邊 和消防那邊去決定 暫時我們得到 那裡至少有七戶 我們現在都會有辦法 想辦法聯絡他們 和他們說有關的安排 好 看著 都想著 盡快去點選一下 一些選擇 其實到今晚 可以去到 這個就要視乎 警方的安排 我們也都會 反應這個要求 即是和警方 和消防那邊 希望可以盡快 也都要在安全的大問題之下 才可以作出有關的安排 其實我剛才說的影響路段 即是整個影響路段 是除了花園加220號 其他的居民 也都會陸陸續續 警方就會安排他們